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回來 今天想跟大家講兩件有關交通很重要的新聞給大家聽 我覺得都很重要,所以今天都要拍一條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去片吧 其實我想說的新聞已經是上個星期的了 上個星期的新聞,除了有BJ結婚,還有英國想起一架全新的船隻 去好像以前的不利便宜8號那樣宣揚英國的國威之外 其實還有兩件很重要的改革或者政策 第一個政策就是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即是英國的金融監管機構 去規管一些保險公司 本身是用一間保險公司的車保或者是家居保險的客戶 那如果他們續約的時候,在夏年一月的時候 就會說你不能收得貴過新入會的客戶 因為其實以前我們平時都是這樣的 我們平時都是傾向留在一間保險公司一路續約 就不會每年都會轉會的 當然有人每年都會轉會的 但是可能你會覺得比較麻煩一些 他會收貴過你 收貴過其他新的客戶 但是通常收的錢又不是多很多 那些優惠不是多很多的話 通常都會保持住這間公司 不去轉賺 但是最少成多 即是我們給了很多錢給保險公司賺的 那即是這個金融資本就覺得這個好像不太公平 那所以他們的新政策就是要限制這些 即是續約的時候 它是不可以收得貴過新入會的客戶的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要求 在下年1月1日就會生效的了 那不過呢其實他們都會預計到有一個變相 有一件事發生的就是 變相其實新入會的那些反而會加價 他們不會就是無端端就說 就是fixi了那些續約那些我不加你了 即是我覺得保險公司 大家都會知道保險公司 即是不會這樣給你白賺的 那當然會會加上 順便加上新入會的那些 那就一起加了 沒有所謂的 那就一起貴而已 那這個就 即是都有可能發生了 那所以其實大家都要視乎一下 即是那些的 有什麼便宜的交易 如果你是新入會的 你新來英國的時候 你要買車保的 那你都要比較一下價格 那同時呢 如果你續約的時候 你發覺貴的 都有一個小提示給你的 你可以打電話給那些保險公司的 客戶服務的部門 可以叫他們 即是 我找到便宜一點的地方 找到便宜一點的保險 那你不給便宜一點我就走的了 那其實這樣呢 是可以講價的 那所以呢 他們都會給你便宜一點的優惠 通常都會 這樣都會省一年都可能 省百幾二百磅的 那這些都是大家要知道的東西 那這個就有關於開車的 那坐車的又怎樣呢 坐車就有更加重要的事了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上個星期 運輸大臣就在國會公佈了 就說希望成立一個新的公營機構 就叫做 Great British Railways 這個聽到的名字是否有點像以前 British Rail呢 英國的國鐵呢 以前 那其實呢 就有分別的 它不是Exactly 好像以前那樣 不是走回舊路 那它其實呢 就是因為 其實 就是要跟大家說回少少背景 那其實呢 以前 就是國鐵完了之後 就是九十年代呢 就變成這個 就是不同的公司 來到去 就是 去operate不同的地區的鐵路 有專門權的嘛 那 那 他們的鐵路的基建呢 就不是他們 那些鐵路公司自己管的 他們呢 就是有一間公司 就是 那些基建就 就是 那些進度很慢 那還有呢 2018年呢 就出現一個很嚴重的事 就是呢 它重新編班次的時候呢 那 他們可能的合作 不太行 那然後呢 每一間公司呢 他們的 就是 很差的情況呢 那就令到呢 就是 有很多的 Train Delay 有很多延誤 那 尤其是 在英國南北部呢 就已經 就搞了幾個禮拜 才好回 正常回 那其實呢 就令到整個鐵路的 reliability 就是 可靠性低了很多 那 那 這個是很擔心的事 那 就令到呢 政府決心呢 是要改革的 那加上疫情的關係呢 也都 即是促使了這個 改革 加速了進行 那 那他們就說呢 在2023年呢 就會成立這個 Great British Railways 那這個 中文應該是 大英國鐵路 或者是大不裂邊鐵路 那 那他這個 就是機構呢 就是 會 takeover了 以前 Network Rail的 基建的維修啊 那 還有呢 就是排班次啊 排這個 票價 都是他 去決定的 那 但是呢 真正去run那些列車 就不會是他run的 都照是 用回一些 那些鐵路的公司 每一間公司 他們自己去 有各自的路線 他們服務 都是他們自己做的 那但是呢 那些票價 或者是那些 Ticketing的東西呢 就會全部呢 就會是 收歸 就是國家 來管理 那樣 那他希望就是 透過這個 這個branding 去令到 整個鐵路頁呢 是有一個的 就是改變 那樣 可以提高回那個 效率 和合作性的 那 他有幾樣東西 都挺有趣的 那第一樣東西呢 就是呢 將它變成一些 比較Digital的Ticket 那樣 其實現在都有的 那但是呢 其實很 都還有一 很大部分呢 其實都還是用 紙質的票 那樣 那這些就 就是 不環保之外 都跟不上時代 那另外呢 還有呢 就是 可以有些 Flexible Ticket 那就是鑑於現在 很多人都 Rub from Home 那你自然 Travel 的時間 就會少了很多 那一個星期 可能只是 回兩天 這樣公司 那 其實如果三天 都是在家裡的話 那 如果你照買一些 Monthly Ticket 買月票的話 那就是好虧 那你要給五天的錢 只是 坐兩天 那是不是虧了很多呢 那所以呢 他們想著 就是 應該就會推的了 這個應該是 在這個部門 成立之前就會有的了 那就是呢 他們會有一些 一個月的 Flexible Ticket 那就是呢 在28天這個 Range裡面 你可能可以任 搭 就是任你搭 其中有10天搭 車的 那這個就會 Flexible 那你就會 可以選哪一天搭 哪一天不搭 那價錢 都會相對降低一點 那你都 成本沒那麼高 那這個 對於一些 Flexible Working的人 來講呢 或者現在 Wed From Home的人 來講呢 是好很多 彈性很多 那這個也是 很重要的政策來的 那所以 這個 大家都要知道的 因為 遲些 我相信 大家都 在英國 離不開會 會搭火車的 那所以呢 都是真的要知道的 那今天這條片 就差不多 來到這裡了 那如果你想知道 更加多 關於這兩個 政策的話呢 我也都可以去 再去研究一下 他們的報告 再去分析 和大家講的 那如果你對 這兩個的改革 有些什麼 的意見的話呢 都在下面 留言和大家 一起分享一下 我之前 都有和大家 其實已經分享過 一些鐵路業的發展 英國鐵路的歷史 那其實呢 我都放一條link 在上面的了 那你也可以 按進去看看的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歡迎你like和share 記得subscribe這個channel 按下小鈴 加入我們的VV group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